这天,袁冰岩一身粉红丝绸古装,口袋金色发电来到恒电片场,被一群工作人员围在正中,一名工作人员帮他调整各处妆容细节,另一名则从后头鄙视哪副耳环更合适,还有一名拿着戏服外衫帮他穿上。 大家分工明确,忙中不论,袁冰岩得以放心要来剧本温习。 他从英国阅读,没多久就碎碎念起来,开口跟读增强记忆。 等造型搞定,袁冰岩也将台词温习的差不多,跟着同场演员和工作人员前去拍摄地点。 一条拍摄过后进入休息时间,袁冰岩在助理的陪伴下来到房车附近的煎饼小店。 他果断走到门前,见店主阿姨已经做好了一个煎饼,正准备交给后头的小哥,也起了兴趣,冲阿姨比了比自己,似乎在说自己也要上一份。 为了跟阿姨说明自己的家料要求,袁冰岩干脆向前一步探进门内,等交代清楚,他才安心来到自己的房车前。 一位大哥帮他把车门打开,袁冰岩仔细地往门内看去,好似看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,一个箭步上前去。 等他再退出时,手上已经多了一只可爱的小香猪,更使他进来十分宠爱的沈奥奥。 他抱着沈奥奥坐到椅子上,让小家伙仰躺在自己腿上,轻柔地为他扶去毛上的脏东西,就连沈奥奥用腿蹬他都不在意,可以说是相当宠溺了。 跟小猪互动了一会儿,袁冰岩喊了自己的助理到房车上拿些湿巾。 助理小姐姐回来后,直接将手中的湿巾丢在沈奥奥的鼻子上,有些用力地为他擦了擦。 这一顿操作让袁冰岩着实心疼。 接下来的时间,他都轻轻柔柔地擦着沈奥奥脸上各个角落,不怕自己用力一些会弄疼了他。 等助理小姐姐取了煎饼回来,果然遭到袁冰岩一记生气的眼神。 他抱着沈奥奥,撸着嘴一瞥对方,就大不留心地走开了。 助理小姐姐也只好拿着煎饼跟在后头走了。 接下来的时间,接下来的时间。 继续好吗? 接下来的时间